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开发工作 按照之前的课程介绍 我们首先需要完成的是 Datapik的结构和样式的编写 那么结构和样式编写完成之后 就会看到一个静态的Datapik结构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结构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会发现它比较明显的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头部head区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日历的主体部分body区 那么head区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主要包括三个元素 一个是我们的向上翻页的按钮 一个是向下翻页的按钮 另外一个是当前月份的指示 这样三个元素 而body区主要元素是一个表格的呈现 那么表格的表头是我们的周一到周日的 这样一个指示 那么表格的主体则是我们的日历 每一个单元格都代表一天的日期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构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分析 来实现我们的静态结构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html文件 这里我们把它叫做index.html 然后为它写上基本的结构 一些基本的标题编码等都需要加上 然后是我们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date picker 我们将整个结构包裹在一个大的元素中 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对它进行定位和样式调整 这个大的元素我们为它附一个class 叫wap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能留意到了 我们这个class给的名字非常长 叫做ui-date picker-wap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这里开发的是一个组件 那就意味着它有可能被附用到各种各样的页面上 而页面上的class名称你是没有办法预估的 假如说我们直接为我们的组件命名一个叫wap 这样的名字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和页面上的class发生冲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意料之外的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在组件开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独特的 并且比较长的class名字 来避免和页面中的元素发生冲突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使用了这样一个 ui-date picker这样的一个前缀 那么按照我们刚刚的分析 我们来分别实现这两块静态结构 一块是我们的header区 一块是我们的body区 那么header区主要包括三个元素 一个是我们的上翻页的按钮 这个地方我们使用了a元素来实现按钮 主要原因是因为a天然自带手型图标 一般来说我们可点击的元素都需要给一个明显的手型 图标以指示用户这是可点击的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button来做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下一页的按钮 这两个按钮我们给了同样的一个class 叫做ui-date picker-btm 这因为这两个按钮的样式基本一样 在本案例中我们是可以这样去实现的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再给它加一个独特的class 比如说这里我们分别加上date picker-preview-btm和next-btm 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虽然按钮长得差不多一样 但是有可能它们还是会有一些样式上的差异 甚至会有一些是在行为上的差异 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明显的标识去区别它们 接下来是我们当前月份的指示 那么我们这里 给一个current month这样一个class来标识它是当前月份 这样的话我们head的元素基本就编写完成了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看看 可以看到我们的上一页下一页 以及当前月份的指示都已经出现了 虽然这个样式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结构已经编写完成 后面我们为它加上样式之后 就会显得很好看 接下来是body区的编写 那么按照之前的分析 body区的主体结构是一个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明显的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指示周级的 叫做thead也就是head部分 头部 一个是我们的日历的主体部分 就是包含每一个日期的 我们用tbody元素 那么thead区里面只包含了一行 这一行的每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的指示周一到周日的元素 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表头 所以我们使用th这样的元素 分别写上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表头区域的编写 可以预览一下 那周一周二周三到周日都已经出现了 然后是我们日历的主体部分 日历的主体部分 每一行代表一个星期 那么每一个单元格就代表一天 七个单元格代表一个星期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给七个单元格 然后分别填上日期即可 预览一下 可以看到第一个星期已经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把这个结构复制几遍 因为我们目前只写了一个星期 那我们可能要复制好几遍 然后把这个星期的日期都改掉 同样的把这个日期都改掉 达到台湾了 这牧场来看 好了 经过这样的手工修改之后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日历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五个星期的日期都已经出现了 和我们预想的一样 那么虽然目前我们的日期是手工写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后面我们会使用真实的数据来进行填充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整个日历空间的主体结构就已经编写完成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它添加样式